現在香港有一件事很缺乏的,叫Common Sense 如果政府政策時時都是用一些迂迴折曲、指鹿為馬 透換概念的方式來說,大家當然不明白 這是政府的責任,不可以說你不明白,很複雜的,那就不說了 Hello 大家好 Hello 為什麼我不明白又來了,今天是8月2日2016年 厲害啊,很厲害啊 我是John Sam Sam回來了 真的差了一點回來,但是一回來就很壓抑 還沒感受到一點好事 本來本來想說今天有些好事啦,就是放回每天假,又放不完 是,那Billy就死亡啊,我懷疑她在動漫節 我懷疑她現在在狗展 是嗎? 不要啦,快點回家啦,搞那麼多事幹什麼啊 廢情啊,搞什麼啊,搞什麼啊,搞什麼啊 沒有意思啊,搞那麼多事啊 沒有意思啊,搞那麼多事啊 沒有意思啊,在違反基本法 是啊,就是我們叫一句共產黨萬歲啦 共產黨萬歲 共產黨萬歲 共產黨我屌你老母啊 剛剛梁天琦就在這個選舉抽籤的現場 就對著馮華法官大喊 馮華我屌你老母啊 沒錯,我們今集也是 如果我們現在都在做一個Facebook的Live 都是想跟大家說一下這件事的 就...馮華法官,我屌你老母,但是... 但是...我們是一個講道理的人,是不是? 你看我的樣子就知道啦 我是一個講道理的人 在我看這裡公開...喂! 你知道公開屌交一個法官老母 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嗎? 如果以今時今日的標準來說 呃...即拉即鎖 絕對有可以...絕對可以這樣做 以今日的... 啊,就是... 以今日,今時今日... 今時今日,是不是? 喂,馮華法官打過電話 喂,我發... 剛剛我在看Facebook 我又看到有兩個傻子在屌我老母 我發覺我覺得我... 人生受到嚴重的威脅 你今天有人在Facebook屌你老母嗎? 不是,就是說我可以這樣說 我以為你真的被人屌老母 他可以這樣,他可以打個電話 然後警察就可以抓人封艇了 他覺得而已,他覺得就可以了 是啊,心裡受到威脅 有沒有法律依據啊? 是不是,就算我... 就算我現在...我在火星... 我在火星上... 叫他聲鋒,說我屌你老母 他也可以... 就算不需要啊,你不用面對面屌啊 你在Facebook面... 喂,屌,等等先聽 你在Facebook上面... 打一句,說誰是誰是屌你老母 引起公众恐慌 嘩你真是屌人老母 我很害怕 那 這次真的會發生 我覺得 既然今次 未來的立法會選舉 可以這麼粗暴地 用這麼像是而非的 說法去 剝奪一個 幾個 前後五個 楊繼聰 不能計 前後五個 準參選人的 避選資格 今天可以這麼做 明天我們剛剛講的 例子發生有什麼奇怪 這是一個這麼荒謬的社會 先說 上個星期五 上個星期五 就這個 陳浩天 還是昨天的事 你說陳浩天 被通知不備參選 星期六 哦星期六 其實星期五還是星期六 糟了 我都覺得很混亂 星期五 星期五晚上 陳浩天接獲了選管會的通知 他的提名是不獲通過的 不確認他的提名 原因都是說 喂 你講港獨 就算你 他加上陳浩天 就沒有簽到確認書 他就覺得你是 港獨 就違反基本法 而且 一來陳浩天 就沒有簽到確認書 之後選舉主任 就再電郵問問陳浩天 他對這個 這個 他自己的政治立場 是如何 確認一下 然後陳浩天 也可以在電郵回覆 這個選舉主任 就說他是不會回答這個問題 是 因為這個問題 根本就不輪到你去問 沒錯 之後就得出來的結果 就是 跟梁天杰一樣 就是被 接納的 這個參選 那 上星期五 旁晚就發生了這件事 那就 那 真的 高登仔 我看見有人問 為什麼 泛民 做一條Bandard 可以這麼快 真的 過輕小時 就拿到這麼大的Bandard 什麼 什麼 反對 什麼篩選 什麼打壓 選舉自由 那這個 我覺得有點雞蛋裡跳骨頭 那 一來 其實你Bandard Shop 如果你說 是不是Bandard Shop 未必是Bandard Shop 總之有些做Bandard的公司 或者地方 其實如果你說急用的話 他會立刻幫你做 這些這麼簡單 只是堆積一字下去 應該 都 不是太難做到的 你明白嗎 你很難不讓人去想這件事 其實 就好像黃毓民也有說過 喂 根本搞這件事之前 你泛民這些 你已經是獲得知會的 是啊 是不是 他告訴你 這件事不是搞你的 你們不要亂吵 你們不要亂吵 結果就是沒有人亂吵 還有 大家都心知肚明 一定會有人被制旗 事實上是會被制旗 那你簽了確認書 如果泛民全部不簽 為什麼一個人都沒事 可能泛民一早弄這個Bandard 就想著 可能我們會有人被取消資格 所以我們就先印定這個Bandard 到時候有些自己人 或是同路人被打壓的 就可以拿出來用 原來是屌你了 我們都過了 是啊 但是整個字子就是這樣 那其實是單純不負責的 這些說話 這是很不會負責的 只是單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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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算這樣 也沒有問題的 那他們星期五旁晚,一群大搖大擺,去了一個由陳浩天號召的集會現場 在正種門外的天馬公園的草地,大搖大擺地走過去,拍了一張照片就走了 大合照,跟他們一貫的做法一樣,而且大合照是沒有陳浩天的 事件的主角呢?坐在一旁,整群泛民在他們面前走過,沒有人看到他 當然,我也要公道一點說,你又不要坐在地上,大佬 你明明,你不一定每個人都認得你 我不是幫他們說話,但公道一點說句 就算他沒有找到陳浩天去韓圈幾句,或者去聊幾句話 我都覺得沒有問題,因為現在是針對這件事 不是說只是趁陳浩天,這麼簡單 我們都不希望,又走出來,人人都是陳浩天 他有沒有叫這句話? 就是沒有啦! 就是沒有啦!因為過去他們的做法,人人都是林明基 人人都是豪韻詩,人人都是李旺陽 就是他們會喜歡張哥那件事,因為他想你注意 他想你切身處地感受到那種壓迫,那種迫害 假如今次當第一個被禁止參與選舉的不是陳浩天 而是陳淑莊或者林卓廷的話,可能他們真的會說這句話 我以肯定是一定會啊! 因為這種說法就容易宣揚出去 加上蘋果日報一定會幫你寫的 但我現在不是,陳浩天 可能在他們眼中,區區一個陳浩天 我就覺得呢,選管會的這個決定是很糟糕的了 那我們就抗議了 但是至於他針對那個是陳浩天呢 原來他們是不表態的,不表態 說真的,你們這些泛民最討厭的 不出聲,不說話,不表態,那就是你們想怎樣呢? 你最討厭的是這件事嘛,他們 你走出來,你又說要跟什麼暴力割席 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 你走出來坐在鐵馬面前拍照,算是怎樣呢? 你最討厭的是這一下嘛! 他們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最...我覺得是一個很噁心的畫面 就是他們大俠招員 他們去特首辦人門口 在鐵集上面 你有沒有看到? 他們做什麼? 綁黑絲帶 綁黑絲帶 綁黑絲帶有鏡頭影音場舞 從來大喊,不知什麼選舉篩選何恥 大喊這些口號 然後就離開了 嗯 其實你說他們做政治表演 就遇過了 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我也不會寄望你對這次不公平的對待 會有什麼進一步的行動 我們完全沒有寄望 嗯... 不過... 就是... 你見一次就會覺得仰相相似 是的... 就算我們之前 發生這個何韻詩 被發現這個... 假帳戶事件 不是... 分身帳戶事件 就算在這件事發生之前 我們都不喜歡何韻詩 但是... 當何韻詩被Lankham 欺負到心口的時候 喂... 我們都... 我們都... 我們都要出聲的 不是... 我們之後再次重申 是... 何韻詩是不賤底可憐的 不是... 我就說他是不賤底可憐 但那件事是不對的 是... 那我們都要支持何韻詩的 我們那件事 我們不是單單... 我們不是單單針對Lankham 我們都要講的 我們都要講何韻詩 我們都要給他一個位置 他在這裏 我們才能夠講下去 嘩... 這班人真的可以... 不能要面的地步 走出來 喂... 什麼... 篩選可恥 可恥... 那誰啊? 篩選了誰啊? 你不要來啊! 綁香絲帶走 回家吃飯了 長毛他在自己的Facebook聲明 也有提到陳浩天的 這個... 他必須要做啦 你說他事後... 事後去... 去補獲也好 當然有人會說他這樣吃人烈饅頭啦 因為他在那個集會天馬公園裡都曾經叫過... 其實我不知道他指名道姓是叫誰收皮的 我不知道他是叫陳浩天收皮的 還是叫陳浩天的支持者收皮的 還是叫熱狗收皮的 呃... 呃... 做了單單看過片呢 是... 你真的不知道他在罵誰的 是... 是... 那你到現場說真的 這麼多人 是... 但是... 我始終就覺得一樣東西咯... 喂大哥... 怎樣啊? 什麼叫你有什麼資格說我啊? 呃... 好像是他的支持者說的 不是... 他有說... 他有說... 你有什麼資格說我啊? 收皮啦! 勇武! 都... exactly是他... 是出自他的口 嘩... 尊貴的意願 就是...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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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覺得這樣嘛 我有什麼資格說你? 我為什麼沒有資格說你啊? 喂... 沒有人問你什麼都不是 我真的記得這句說話是摩哥來教我的 是嗎? 當年你教我的這句說話 沒有人問你什麼都不是 是嗎? 當年他還有做網台節目 當年他經常跟蕭若元做網台節目 是 就是... 一個星期一定有一兩晚他跟蕭若元一起主持的 你教我的嘛! 沒有人問你什麼都不是嘛! 所以呢... 陳國強呢... 陳國強區議員呢... 他講過一句說話是... 挺好的 他就說... 其實... 選立法會議員呢... 你做兩屆好了 你不要做那麼久啊 你做兩屆... 做完之後... 完成任命之後 他後面的人上來做 是... 他說當你做了那麼久的話 你可能會慢慢看他自己的本性是如何 即是長毛當年是這樣說過的? 陳國強說過的... 陳國強說過的... 但是再放回剛才再討論毛哥的事情 其實就是這樣 毛哥接下來就是選第四屆 因為他在2004年進去做的嘛 今屆是選第四屆 當初他真的是一個... 說真的真的是一個基層代表 是一個人民代表 是一個叫做... 難聽一點都說... 革命先鋒 是一個革命先鋒 他在香港來說絕對是 是... 叫做... 叫做議會抗爭的一個先驅 但是... 誰送你進去呢? 人民嘛 就是你口中那些沒有資格罵你的人 但是為什麼當你做了十二年的議員之後 在街頭上面有一個平民 一個人民 去質疑你 你不要理會質疑你那件事有沒有合不合理 或者就算是屌你老母也好 是... 你不是跟別人平起平坐地討論 或者是... 或者是... 其實你可以一笑自知 或者是你對一個批評者來說 是... 你可以不理會我的 但是你一出聲就是說 你有什麼資格罵我的話 你就是把自己看得很大 你真的以為自己是... 你真的以為自己是... 你真的以為自己是阿哥 為什麼你做了議員呢? 因為有人投票給你而已 如果沒有人投票給你 你什麼都不是啦 你是一匹屎 長毛 還有就是... 雖然我覺得... 有人說...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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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別人投票給你 其實當然啦 由始至終... 他...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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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reject了陈浩天,然后也reject了杨继昌 苹果日报就把这两件,陈浩天和杨继昌相提并论 放在头版,就谴责选管会打压参选自由 但是,无论我都要说清楚一次,杨继昌的情况是第一,杨继昌是有外国护照的 他呢?英国籍? 我不知是什么籍,他是拥有外国护照的,其一 其二,就是之前也说过了 你参选立法会,在过去的立法会参选表格里面 也有一项的声明,就是说你必须拥护基本法 这是任何一个人参选,黄毓民参选了这么多年,长毛参选了这么多年 陈伟业参选了这么多年 大家都一定是会签,必须要签这一份文件 这个参选表格,里面已经等同于说你是要拥护基本法的 那杨继昌这个傻子就不能签 有个听众说Billy麻烦大声点 如果不是Podcast会很小声 我想说Billy不在这里 因为我刚才看到,我认不认你好呢? 不好意思,Billy不在这里 我是John Hello,我是John 我是另外一个 那,出了这一份所谓的确认书 就列了两项,就是说你必须拥护基本法之类的声明 是今年才开始的 是今次才出现的 那,你说 所以,譬如你像杨继昌那样 你自己本身是持有外国护照的 然后,你又不签本身那份表格的确认书 不是,没有说那个确认书 本身的表格 他不知道有一份那些什么 我都不知道 你是必须要签的,你自己都不签 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完成那份表格 你没有完成那份表格,别人是怎么给你参选的 是不是 如果是这样,我都可以 我不够提名,然后我走进去 然后,然后 他说,喂,你不够提名这么多 不够提名不是提名啊? 你打压我选举自由 不会这么疯狂的嘛 所以,杨继昌拆就当然了 这个是拿来拆的 他想着做这些事情就可以 给大众会觉得他是一个受打压者 跟陈浩天是相提并论可以 但最无知就是《评估日报》 他无视了杨继昌的狠狗 是 把陈浩天和杨继昌两个一起放在头版那里 就变成了 叫做 不用把陈浩天放得这么大 是 他又要做 但又好像做些 做些 现在有个情况就是 你《评估日报》会不会说 如果同一天发生两宗凶杀案 一个就是我 拿着刀 通街斩人 另外一宗就是你 你看着 看着 你朋友被人强奸 然后你拿刀斩死的强奸犯 然后,喂,香港 一天里面发生了两宗 两宗凶杀案 那你觉得对Samma公平吗? 对不对? 你这些根本就是有心误导 接着有港珠又说 他那个强奸犯是强奸人 是不对的 但你也没理由杀了他 这些通常都是这么说的 这个是其中一笔 然后一招 上个星期 也陆陆续续 譬如葉浦成 也收到这个选举的确认 青年新政 也收到确认 也顺利地成功参选 然后 就是轮到主�지고 今天本來還有三個人不知道是否能夠提供 上個星期還有忠出揚子被人提供 發生了陳浩天事件之後都意料之內 他選股會有這樣的舉措 忠出揚子的情況就是他有沒有簽到確認書 他沒有簽到確認書 亦都說他會把這件事搬上去 他講的事比較複雜 他講的事比較複雜 他情況跟陳浩天差不多 總之他又是選管主任發電郵問他 根據他過去的言論 判斷他並不擁護《基本法》就解決他的選舉 直到今天陳國強 其實應該是昨天的時間 因為今天原本就是由選管會開記者會 去公佈所有合資格的參選人 兼且要進行號碼的抽籤 原本就是今天 今天還在打風 大家都不知道你想怎樣 他今天就宣佈了 還有陳國強 梁仲恆 還有梁仲恆 梁仲恆 今天才通知 梁仲恆是所謂的入閘 即是 即是 選管會黃恩浩蕩 他批准你這個 區區藝民梁仲恆 可以參加這個選舉 到最後 都決定 拒絕了 梁仲恆 的參選 梁仲恆 在過去那個禮拜裡面 他已經回覆了選舉主任的email 他就說 我是擁護基本法的 是 我 你之前 選管會曾經用過他Facebook的言論 去質疑梁仲恆 而梁仲恆都說 那個 並不是我管你的內容 我那個Facebook page 並不是我管你的 我不知道裡面有什麼內容 總而言之 今天開始 就以我這個回覆為準 喂 事實上就是這樣 我之前 我每一天都說這麼多東西 每一天有這麼多紀錄 屌辣媽 你選管會 難道逐份拿出來跟我說 喂 你2011年的8月31日 下午兩點鐘這樣說 然後下午六點鐘你就這樣說 到第二天你又有定那種說法 究竟你是哪樣 你不會的 難道我逐個回覆你嗎 那我就只能跟你說 總之今天 就以 梁仲恆回覆選舉主任的email為準 總之我就擁護基本法 但是 那麼 到最後 到最後 選管會都依然是拿出來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回覆 就是說 說 梁天琦呢 你的那個所謂的 叫做 回覆呢 就說 他啊 就說梁天琦 你所說的 並不真心 你所謂的擁護基本法並不真心 他這裏就這樣說的 經考慮上述所有事項及律政司給予的法律意見後 我認為 儘管梁先生已在該聲明的文本上簽署 但法律上其實他沒有作出一項符合 立法會條例第41BI條規定的聲明 因此我決定候選人梁天琦的提名為無效 我認為 原來 一句我認為就可以了 即是說 即是他這句我認為是法律依據何在呢 毫無法理依據 還有他有什麼權力去 講 在這個信件上面寫我認為呢 他這個 他認為是 喂 我看你的樣子我覺得你是壞人 所以就是以後就是這樣 這個社會 那個警察 就算我現在我馮華法官 我屌你老母 我認為我的人身受到威脅 是啊 我認為 在警察在街上無端的抓勾你 我認為你有犯罪意圖 是 搞定 因為 因為執法權在他們手嘛 執行的權力也都在他們手嘛 好啦 即是說 現在所有的參選立法會的候選人裡面 只有出現了兩批 一批就說不能簽 不能簽 不能簽裡面 有人 可以順利參選 有人不行 譬如泛民就可以順利參選 他不能簽啊 嗯 有些也都可以 但是有些又參選到 有些又不行啊 即是陳浩天那種 好啦 有些簽了 我簽了 現在 譬如 建制派呢 建制派那些不用計 建制派呢 他有沒有簽 他有沒有簽都可以 因為其實 我都很想問一件事 如果 如果你說 港獨的主張是違反基本法 如果我現在我參選的時候 我的政綱是 立刻取消基本法 全面實行香港 全面實行中國法律 正式落實一國一制 那我違不違反基本法 我也違反基本法的 但是我不信他不讓我參選 我覺得 雖然我沒有得試啊 現在 那就要看看他認為是怎樣 對啦 原來又是你認為 那 好啦 簽的 也都有人不讓選 有人可以選 那 但是 原來 我的參選資格 並不是由 基本法 去保障的權利來的 是你選委會 話事的 原來 是你華法官 這個混蛋 話事的 當然啦 現在你說出這份 E-mail的那個 是何麗祥啦 出給我明天奇那個 但是 你是 其實大家 心思肚明 你不要跟我說這些 什麼 所以這些選舉主任 其實他是一個政府的AO 他哪有權力啊 他哪有權力啊 他會實行這個選舉 一個 這個選舉申請的一個 一個工作 何麗祥他只是負責文職而已 哪有可能負責決策的啊 雖然封信上面是有何麗祥三個名 是 不過就算是這樣 你負責做執行的工作 你不是說是 你是 被迫去做這件事的話 你也是醜系 是 你也是中共的爪牙 是 是 你 就正如香港警察 你不能夠走來跟我說 打人那個是朱經緯 不能關我事 是啊 那你不去拉勾朱經緯 我剛才在Facebook也出了一段黑警片 我寫了一段Status 其實我有一點點回應我 之前我跟朋友聊天 又說到他說我個人很激進 是 聽你的樣子也像 哪有樣子看 我認為你是激進 然後 按錯了 然後 之後 內容我不說 我跟我朋友的內容不說 他就說 其實他認識很多警察朋友 都是 你小心點 他也是好人來的 他也是好人 我也認識很多黑社會好人 然後 當然 他也是打五十大版 不過他也明白有很多黑警之類 就是濫權 什麼什麼的 所以他就說 我覺得有時候我 罵警察那件事是 有些一觸光打沉一旋人的意思 然後我就跟他說 其實 說警察都是好人這件事 其實是廢話來的 是 你看過PTU這部電影 任答華說的一句說話就是 穿得這套制服的就是自己人 是 你要明白警察 甚至是消防 入警署也好 是一個團隊 是 我們市民 我們不會認得 這個陳大文警察是好人 李偉文警察是個混蛋 這個真的是黑警 我們不會分的 就是我們 我們也不會從他的名字去分 不會從號碼去區分 總之他 就像任答華說的 最低度制服的 就代表你是這個 團隊的一份子 只要 你的團隊裡面 有一顆老鼠屎 你整群粥都會臭 就正如李何麗尚 你不要跟我說不關你的事 你不要跟我說這個是你 因為你現在是用你的名字 去出這個email 出這個email給梁天琦 就是你什麼上身 但是大家其實都心知肚明 李何麗尚是什麼 你負責文職的 你負責簽署 你負責確認的 是不是 誰有資格參選 怎麼算都不會輪到李主席 但是 但是 你負責上身的 現在 你不要說你自己無辜 你不要說自己無辜 你膽敢走出來跟我說 不是 馮華叫我捨 你膽敢這樣跟我說 如果不是 我屌你老妹這一句 你有份的 屌你老妹 二次大戰的時候 在毒氣室負責禁制一個 他也是執行命令 但是如果去到最後 要這個 軍事法庭裁決 他也有罪 也不會只抓禁制那個人來審 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我說 馮華法官 我屌你老妹就是這樣 你以為這個E-mail沒有你的名字 我就不敢入你 你屌你 你屌你天真 那 就是說 就是說 在我們過去的認知裡面 因為 梁天琦 之前參加過這個新界東的補選 譬如陳國強 也是現任的區議員 我們留下一個 賴以文 龜英運動的賴以文 說真的 真的對不起 你們這幾個 我都不是說全部都很熟悉 我是熟幾個 所以我 我 原來她說我 她說我是Bidi 不好意思 我大聲一點 我都知道 你說202集 即是有幾集 發了特別小聲 你怎麼叫你 近一點咪 整天 你又不敢聽 我說叫你 你又不敢戴 你又不敢戴 那樣 那 對不起 那 就是說 在 梁天琦 她參加過新界東的補選 當日沒有事 陳國強 甚至乎是現任的區議員 當日她參選的時候也沒事 忠出贏子都參加過區議會選舉 為什麼當日她可以 哦 可能因為你跟我說 區議會不搞政治嘛 噢 搞實事 搞實事嘛 那我就讓你參選 我怎麼知道你 忠出贏子到時候 是不是真的做實事 那 即是以後你也可能是這樣說的 我認為 你參加區議會選舉 都不是為了做實事 所以不讓你參加 那 那 今天 你以不支持 不擁護《基本法》為理由 去拒絕他們的申請 就是說 當初 由我們一直以來 我們相信的 香港人的參選權利 是《基本法》賦予的 只要你合乎資格 能夠拿到足夠的提名 你就可以參選 這一樣 是《基本法》保障 底下 所我們香港人擁有的自由 今天開始 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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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我在《基本法》 保護底下 擁有這個權利 都要經你選管會批准 那就是你選管會大頭破壞《基本法》 你選管會大頭破壞《基本法》 用破壞《基本法》的方法 而去質疑梁天琦或者質疑我 是否擁護《基本法》 我屌你老母 我好混亂啊 你明不明啊 那你以後 你以後 你這班人憑什麼 走出來和我說 拿本《基本法》出來和我說的 你們很喜歡說的 是不是 這件違反《基本法》 那件違反《基本法》 你以後你還有好意思 拿本《基本法》出來和我說的 所以我在節目之前也有說過 《基本法》是沒有用的 燒了它 燒了它 根本這本《基本法》 在他們來講 他們喜歡 就拿出來任意演繹 因為權利在他們身上 他問你 你容不容疑《基本法》 我們都唱了歌 你什麼熱愛《基本法》 那又如何呢 因為他覺得 你心裡不太想 是啊 他認為 你是黑五類的 像文化大革命一樣 你表面是外國的 但是你心裡反共的 一早看穿你了 看穿你了 簡單一點這樣說 你不是我的人 你就不可以在這個世界上伸場 嘩 說得這麼大 也是 你只不過是放在選舉層面上 他以後 他也可以 我認為你並不擁護《基本法》 我欺奪你香港居民的權利 行不行 其實陳浩天 他星期五的記者會 很短的記者會 都說了一個很重要的 是一個 訊息 或者是事實 不是訊息 其實這次不是單單是 那幾個候選人 不能選這麼簡單 也是剝奪了我們 普通的選民 去投票的權利 新界西哥原本有朋友 想投給陳浩天 他現在不能投 算不算是剝奪了他的投票權利 絕對是 我新界東的 我本來打算把我的票 投給梁天琦 他也是剝奪了我的投票權 是 間接地剝奪了我的投票權 以及 你本來 如果你一心抱著這種說法 因為張曉明一句說話 香港不容許有港獨的聲音存在 你因為 張曉明一句說話 你要做事 你選委會要做事 你就要做 你不敢是 你要整份確認書 你要整份確認書 無端端端要你簽 那好了 那你這份確認書 你放在我面前 我簽 你又說不信 我不簽 你又認為我不是 的時候 那你當初拿那份確認書出來 幹什麼 喂 其實我真的 就算我都覺得 你選官會這件事多抵掉也好 麻煩啊 你這班 你曾幾何時 走過出來 只等著鄭錦滿的頭 笑咎去按咎 笑咎去簽 是笨蛋齒的那班人 你走出來給我撤覆吧 我 你們說什麼 喂 你到最後 一早就告訴你 這份確認書是多夠餘的 是 說 你又叫我簽 簽了 你又不相信 那你想我怎樣 所以變了更加突顯了這個 凡民的預算 是啊 你是不簽了 但是都可以進入 為什麼呢 不就是理念問題 喂 我簡單一點這樣說 雖然我這樣說 可能對葉普成未必公平 嗯 為什麼你們進入閘 我先不說葉普成 我先說泛民 為什麼泛民 這麼多議員 甚至乎是人民理論 所謂的激進派 社記的激進派都好 為什麼你們進入閘 政府覺得你沒有威脅啊 不就進入立法會開選啊 為什麼那些港獨派 陳國強、陳浩天 進不了呢 他覺得 他這個主張 他這個今天的信念 進入了議會裡面 對他的政權 是有所威脅的嘛 估無論他在議會裡面 做了什麼都好 嗯 但是在選舉論壇 甚至乎之後 當選之後進入了立法會裡面 他都可以 他用很多途徑 去宣揚他的港獨理念 他的港獨主張 或者往後更加多的論述 他都更加容易 經過更加多的階段 去宣揚他出來 因為現在始終 都叫做 都是在網上宣揚的 你上不了主流媒體嘛 是 那你還有就是說 喂 尤其是 剛剛梁天琦也有說 現在我沒有什麼可以做的啦 選你不能讓我選 我沒有什麼可以做的啦 剩下就是革命啦 革命啦 嗯 首先我解釋一句革命 兩個字 很多人會覺得革命一定有槍有炮 跟共產黨死過 那些什麼什麼的 但其實革命 當年孫中山對抗清朝政府 革命 也是這樣 也有槍有炮 是啊 不是怎麼辦 其實革命 其實文有文革 沒有沒有革的 簡單來說 我們沒有槍沒有炮 但是其實我們首先要先 夾了自己的思想 因為如果你自己私生不敢的話 就算是有槍有炮給你 你也不敢去射 其實這個也是在一段日子之前 好像是當時補選那段期間 有人去找一句說話出來說 你猜我要花多久時間 想不到幾個月前 香港社會發展一天千里 當然了 你說革命如何合作呢 我當然不能回答你 但是首先你要去到現在的狀況 你要看清楚 你所有的正途方向已經是不能再跟共產黨周旋了 是真的你除了革命一套 革命一套一定是在議會以外 你以外你為什麼要革命呢 因為你改變不了議會制度嘛 所以革命的意思是在制度以外 去找一些方法去推翻這個政權 或者推翻這個政府 或者是讓這個政府可以得到改革 即是曾經有一個朋友問過我的 他說 其實現在在本土派 那裏叫做本土派 籠統一點這樣說 譬如有人說 港獨 有人說要歸英 甚至好像葉普成那樣說 要修改基本法這樣說 在這幾個 各種各樣的選擇裡面 怎樣去選擇呢 我那個年輕人這樣問過 我這個問題 我就說 問心那句 歸英 我真的覺得就算夠了 歸英並不是一個長治久安的方法 因為同樣的 你也是不知英國人會怎樣去管治的 那件事 你就說九七之前好而已 如果我們現在再來 喂 九七前 他們打我回來的 是吧 全世界那麼多人看著他 加上你香港人當時又生性啦 是不是 你香港人又生性啦 人家就給面子你咯 喂 現在不是咯 如果你挨揍他回來 人家可能就不是這樣想的了 英國啊 我說 那好了 我們撇開歸英 這件事我們不說了 咦 獨立啊 那我也有分析給他聽 我就說 獨立 其實你真正在獨立之前 獨立之前 就是一個步驟而已 就是革命啦 就是革命啦 你不要說什麼 至於怎樣搭配 有很多種方法的 當年那個 哪裏 摩利花 你說阿拉伯那個 阿拉伯那個 是啊 他都要這樣衝出來 一天 搞定 是 你不知道的啊 你怎麼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呢 是不是 以前 以前 資訊沒有那麼發達 是不是 人 人都沒有那麼聰明啦 是不是 就說沒有辦法 我一定要準備好槍炮 我才有得跟你死過 今時今日還是不是這一套呢 我就覺得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 起碼 剛剛我找得回了 在六十年代的一個政治家 馬文輝他這麼說的 沒有人說你可以夠資格自自獨立的 總之 你認為自己夠資格自自獨立 就可以自自獨立 不過 只有一個人說自自獨立的 是不能夠的 要推廣成為風氣 正所謂一日槍之 千百人和之 其實這個真的很重要 才有成的 所以為什麼說 可能政府不想這些港獨派人士 進入這個議會裡面 其實馬文輝也說了一些所而言出來 因為其實就是怕這個港獨的思想變了主流 即是說其實你從今次 你已經去到連選官會都是這樣 我都記得我之前都有說過 就是根本長遠下來 共產黨就是什麼 當然要摧毀這個立法會 摧毀這個立法會才有運行 其實已經摧毀了了 現在已經摧毀了 但是因為一開始有功能組別的存在 這個立法會已經斷定了是沒有用的 但是包括我們在內 我們都存在了一個幻想 我們都存在了一個幻想 在議會裡面抗爭 但是其實由 第1個立法會開始 97後這個立法會 注定了是沒有用的 因為是功能組別的 原來很久之前已經有人說了 我們不相信 我們不相信 去到今天 如果經過這個選委會的 這麼粗暴的做法 破壞了 破壞《基本法》的方法 去取消你的參選資格的時候 本來是一個唯一的 一個是叫做 一人一票地區直選選出來的議席 他都可以進行這個 政治篩選的 還說什麼 根本就沒有 根本就完全沒有意思 而是 你香港已經正式進入了一個人治的社會 譬如說之前 你那些 譬如 為什麼 梁振英收五千萬不查 為什麼 因為 說查那個人被解僱了 原來是這樣 另外就有一些叫做 政府的資料檔案 是 那就 消毀了多少億張紙 是 毀屍滅跡 之後就有人嘗試在Google搜尋梁振英 再打一些相關的事件出去 但是 就找不到任何資料 只找到梁振英和他的參選政綱 和施政報告等等 有關於梁振英的UGL五千萬 什麼雨傘革命 旺角部等 所有所有的資料 是找不到的 是 我說政府檔案 是 那 你連接就是 如果去到今天 你還相信 你還相信 這個政府 是會按照規則去做事的話 是啊 這張什麼時候有啊 好 這個是 這個是 經意是2016年 4月 4月的事來的 這張圖 嘩 找得回都諷刺 這張圖就是 新民主同盟出的一張圖來的 是一個范國威很久的 那張圖 那張圖 上面是這樣寫的 有民主便不會有港獨 我必須要很嚴苛地去對待 這次選官的這件事 其實 當日 當日 所有 有份轉過黃絲帶的人 在Facebook轉過頭像 轉過黃絲帶的人 曾經 曾經 高呼過我要真普選的人 麻煩你走出來 看看 梁天琦今次這件事 你不要再跟我說什麼我要真普選 你根本你連參選的資格都沒有 是啊 這個直選是一個所謂的民主制度 是 那范國威 他又很慶幸地 他之後可以參加這個所謂的民主選舉 是 你不要先 是 這是一個民主選舉 但是為什麼你下一句說 變不會有港獨 那有民主 是有民主 但是 喂 何來不會有港獨 何來不會有港獨 你說不出原因 就算 就算 就算是有一個 喂 好了 英國是一個民主社會 民主國家 他都會有蘇毒 喂 為什麼有民主就不能有港獨 變不會有 不是 他說不是不可以 他很天真地認為 有民主就不會有港獨 那現在沒有了 那現在沒有了 他應該會不會有民主 他應該會有加太農利亞獨立運動 額咎 就算全中國有民主 為什麼都不能有港獨 我不是單單針對法國 我針對這個笑話 你覺得很難看 你說有民主就不會有港獨 那你覺得現在是民主 他可能覺得很民主 可能 現在港獨存在了 那你范國威你怎樣 其實你不小心開張照片出來 我不小心我這麼巧匹飯 即是不小心屁股 有時真的是這樣 你這些做得太多的人 即是不小心開張照片出來 都可以屁股你 即是4月的事 都不是很久之前 不斷讓我插一夜 你真是該死的 那就先休息一下吧 我們 無法不憧憬鬼鬼 廢出的旁想擊破 左隔著視野的夢 前路更寬 自我 這生命 給我用兩眼 長夜 撥濫重盛世界 觸摸不定 曾令你挫敗洩氣 但你拒絕放棄 最後信念會佔覺醒 願你知 每步每步每步我誰奮鬥 別再有未能動搖 命運之想 若結果便不如燃 始終何乎 興未念過去追求 願你知 每日每夜為何戰鬥 別再有別人 未明白自己想 後悔了擁抱 難以成真理理夢 你或者是有前 情有自是一事 想說起天真笑容 迷信有一天成風 高舉手頭 想追求 千里外還變彩虹 還事撲空 世界 觸摸不定 曾令你挫敗洩氣 但你拒絕放棄 最後信念會佔覺醒 願你知 每步每步我誰奮鬥 別再有未能動搖 命運之想 若結果便不如燃 始終何乎 拼命過去追求 願你知 每日每夜為何戰鬥 別再有別人 未明白自己想 後悅未相信 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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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際最滿飛遍 天際最滿飛遍 Maine 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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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回來第二節 剛剛剛剛聽的那首歌 我還是覺得這樣做節目好像有點奇怪 我應該播一次給LIVE 不如你拿結他來唱一次 我下次會準備一下 這首歌就是接下來的一套港產片 這套真是港產片 你想想你多久沒有大大聲聲 走去告訴別人 這套是港產片 這套就叫做點五步 就講雷球 什麼呀?香港很久沒有港產片嗎? 很久沒有 黃絲珠就屌刺你了 十年是短片 十年都上年的事 難道你覺得香港只值得一年一套港產片 不是吧? 不是吧? 即是黃絲珠 我瞎不講你我明白 好成風雲啊 那五步半 不是點五步 那套電影叫做點五步半 混蛋 那這套就是關於打雷球的電影 不是类球 其實是类球类球类球 應該怎麼分 我應該問Billy Billy可能會分 雷球應該那個球比較大 因為我想說香港是 因為如果你在香港搜尋 你是沒有棒球場的 有啊 它叫做雷球場的 是嗎? 是呀 即是在宅安村旁邊 是呀 天江道那裡也有一個 是呀 那個是雷球場 又不是棒球場 所以我都不知道怎麼詳細去分 我真的不懂分 我真的不懂分 那這首歌呢 就是 由這個金像獎最佳原創歌曲得獎者 戴偉 他已經拿了兩屆 是誰來的? 他已經拿了兩屆 戴偉他拿了兩屆 第一屆就是狂舞派 他就拿了這個金像獎最佳電影原創歌曲獎 是 第二次就是上一年 就憑這個那一天我門會飛 拿到這個最佳電影歌曲的 那麼他這次呢 就為這個點五步這套戲 也都作了一首新歌 就是由這個 Suppermoment主唱的 叫做沙燕之歌 沙燕我想是不是他這套戲裡面的球隊名字呢? 因為我就沒看過這套戲 我都沒看過什麼資料 我看過MV裡面呢 他有一件波衣的 是 有個沙字 是嗎? 沙燕應該就是他們對波的名字 可能是 是 那這套戲 這首歌 我們先說這首歌 由戴衛作曲 陳心瑤作詞 編曲 就由Suppermoment 和戴衛聯合編曲 戴衛 戴衛他是以前有一隊組合叫做A-Day 噢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知道誰了 以前香港有一隊二人的組合叫做A-Day 那他就負責彈吉他 他就做彈吉他 包括那個 現在都不知道 算是解散了還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這樣 我也有點期待這套戲 因為我看沙燕之歌的MV裡面 看到一些片段 熱血 熱血 一定是熱血 對我 所以這套戲 希望可以 除了在香港修得之外 至少在日本 台灣等地都可以受到一定的關注 而且我挺喜歡這套戲的男主角 那個年輕人 最後被人打到豬頭 是不是新人來的 都不新 我看這幾年他參演過很多年輕人 我看這個樣子除了了解字之外 我也不知道 那個男生 我第一次看他應該是 哎呀死火了 我又說不出 不要緊 大家再找一下 這幾年很多年輕人的電影題材 那些什麼狗江峰 烈日當空 烈日當空 是台灣版 還有很多港台的 連影人題材的外判劇 都有他 我挺喜歡他演戲 挺好看 不錯的 一定要看 8月20多日上映 另外還有一個我極之喜歡的小說 叫做《留下的房客》 《九把刀》的原著小說 《留下的房客》 台灣電影 接下來都會在香港上演 但任達華當主角 那也沒問題 其實就沒問題 適合就可以了 還要 連我都介紹 文化環節 我也介紹 不過可能會被你吵 我介紹一個 Hong Wang的作者 Hong Wang的作者Pisa 他有一個新作 新作的名字叫做1984 你聽到1984的名字 你以為是村上遵守 不是 村上遵守是1984的 1984的 你只要聽名字 一定會想起這個 喬治歐威爾的1984 著名小說 Pisa的這個新作 好壞不壞地 什麼 鄭錦滿和李斯嫣 之後再說 這個Pisa的新作1984 雖然他現在只能在端傳媒裡看到 他是端的連載 現在還在寫著 我剛剛追到同步 之後還要慢慢追 他還未到結局 其實我的故事 我覺得很適合現在這個時候看 其實Pisa寫的東西都很在地 他之前寫了Hong Wang 他的內容、對白、情節都很在地 也很有前瞻性 如果大家記得是Hong Wang的劇情 就算這套電影不知道會怎樣也好 多數的劇情是說大亞灣核電廠核敗 其實這個大家都是其中一個 香港人的憂慮 大陸的所有安全問題都成疑 更何況大亞灣核電廠 其實他距離到香港是很近的 萬一他發生什麼意外的話 香港就在想 剛剛英國新的女首相叫什麼名字 不是我們前個禮拜說過 翻譯得很漂亮 主身尾 不是啊 那個是 是嗎 是啊 主身尾 主身尾 他就叫停了這個計劃 是啊 是啊 其實自福島核爆事件之後 國際社會也普遍是反核潮 直到今天也沒有停過這件事 其實台灣依然是一個 尤其是年輕人都很反核這件事 其實大家都要鼓吹 或者主張一個比較乾淨的能源 例如水力發電 不過雖然有人說水力發電 其實它虛耗的資源很大 或者太陽能發電 或者風力發電 比較健康的或者乾淨的資源 所以其實你再去發展核電的話 其實是一個倒潮流來的 我現在正在尋找 哈哈哈哈 這樣可以說 我之前就覺得 是啊 注意到最後 我們中文是掉了什麼 不是這個名字 不是這個名字 是呀 英國內姓大臣朱姨珊 朱姨珊 朱姨珊 正式接任英國首相 不是 那它中文名字叫什麼 忘記咯 就是咯 算了算了 大家去看看那個 Pizza的新作 1984 其實我看到中段其實很好看 不錯 有時間可以去看看 我想大家有很多 很多 回憶的片段 我就不太建議大家去看 端傳媒 你自己決定吧 自己決定吧 或者可以大家忍手 到時候去出實體書 就買他的實體書 是 是 那 接下來 剛剛 這個 打風了 是吧 其實這個風呢 我印象中 說了很久了 是嗎 文翠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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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英文 是 他說 余華簽 報紙 剛剛寫的 余華簽約 簽了合約 但他就有疑慮 文翠山叫停了核電廠 英明 英明 這絕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沒錯 剛剛打風了 這個風我記得說了很久了 我們在台灣的時候都說這個風很厲害 那他有沒有吹閘過台灣呢 沒事 打不正 應該說北部就沒事 南部就不知道 哦 OK 那就剛剛就在昨天 正式登陸了這個香港的範圍 今早登陸的 今早登陸的 那昨晚8點40分 接近香港 昨晚8點40分 天文台就懸掛了這個8號風球 一如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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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工先 放工等你回家先 那當然 公道點說 公道點說 就算昨天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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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翠...咩? 文翠山 我的Fan復我文翠咩 文翠山 謝謝 謝謝Wanny 那... 他就... 這個風呢 公道说到我昨天大概7点多钟回到家 其实的确并不是很大的 所以我也会有一个感觉 你8点多钟跟我说打8号风球 其实我也觉得对市面的影响不大 因为你很差的 当你去到5点多的时候 我记得开始进入下班时间了 你又没打 你又没打风 但是当我脑子一转 其实他现在说打8号风球 就更能烦 其实根本就由头到尾 为什么会有更多的争拗呢 说到底就是因为所有东西都给天文台 他什么时候悬挂8号风球 什么时候取消暴风球 这件事由头到尾都是给他玩的 其实是 也是没有标准可言的 当然了 可能以昨晚的状况来说 事实上是真的 他悬挂8号风球之前 其实真的风平浪静 真的没有什么事发生 反而他什么时候悬挂 什么时候落8号球 我用天文台的一个专业判断来说 我觉得没问题 但是最大问题就是 勞工法例那样东西 就是说 你指定勞工 因为雇主可以要求 勞工或者雇员 在8号波下了2个钟之内 就要回到工作地点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这个条例的话 其实好像台湾 甚至乎中国 都好 一刀切就最好 总之 孤密论 天文台 几点懸挂 几点落波都好 总之 政府宣布 明天停工 停学一天 这么简单 为什么这么多烦恼 又不用担心到时 又搭不到车 又整班打工 就一起上班 又塞车 等等 每次都是有这些问题 发到的 反而我是想 其实你天文台 你回心转头想一下 比如你说打8号封球 8号封球 我觉得在过去这段日子里面 香港人一直都很看兴 8号封球 其实8号封球 是一件很严重的一件事 是 你再回忆一下 我们小时候 打得含含含含的 招牌真的会跌几个到街上 是吧 其实是很危险 都是8号封球 是吧 而 今次 由你昨天 已经看到你那些所谓的天文图 都已经可以肯定 他必然会数过香港的了 是吧 其实我想说 8号封球 我们是要预防的 是 首先是要预防 还有 就算 8号封球 下回到3号封球 都好 其实都有潜入的危险 是 不是说 喂 3号封球 安全 上班 是 其实是 这些天文图 或者是整个政府 其实都很看轻 风球结束之后 是 那个潜在危险性 喂 吵你 吹烂棵树 它未必会立刻塌下来 它多了两个钟 它塌下来的话 吵你了 刚刚就是 3号波时 是 你怎么知道它什么时候塌 你不能知道 这些就是潜在危险 我实在太看轻 这件事 好像我今早 我今早知道它下了 知道它下了 它今早几点下的 我都不记得了 12点8个字 12点8个字 知道它下了 之后 我和我老婆都准备了 上班 那我就 行屯門公路 因为我都没有选 我要是屯門公路 要是大浪隧道 我看Google Map 两边都塞车 那我就选择屯門公路 不用想了 而是 我想说 就是因为你一个这样的决定 你屯門公路 有多少人塞车 还有我想说 很多地方 很多的 有那些行车线 有很多地方 是水浸了 是啊 是的 即是 其实 也不要说什么的水浸 譬如 很多的树枝 树叶 是不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我沿途回来 我看到两宗交通意外 其实是 你莫说马路 行人路 周地 树叶 树枝 垃圾 垃圾桶 都飞出来 其实是一样的 当你拿着车在马路上 这么多张外物的话 交通意外的机会率 就会大很多 是的 这个就是 所以说 就算是八号风球下了波之后 其实 政府 或者相关的部门 都有很多清理的工作 需要做 之后 城市 才会回复正常的运作 即是说 我想说 你天文台 他今次 这个 这个 信号的安排 喂 我真的觉得 你没事 没有人吵到你了 这次 打我就打了 对不对 你们下班的时候 也许说 风不是很大 晚上很厉害 到凌晨 三四点的时候 风也很厉害 到第二天 没风 放了半天假 你没人再说什么理事力场 要吵你偏偏政府新闻网 好标不标 好标不标 他真的很狠狠 真的很狠狠 这件事 我们说理事力场 其实都是说笑地说的 你可真是李嘉诚 屌你老尾 又不知道什么 高科技 弄了一股肠子 阻止风 吹起来 你政府新闻网 这些玩笑 不能轮迫离开 你是政府 你代表政府发获消息 我们哪个说笑都可以 是政府你不能 真是狠狠狠 李逢伟刚 你自己Facebook说可以 你别是在地 幽默那样 应幽默那时候 你不认识幽默那时候 你不认识幽默那时候 例如梁振英 你懂得说笑 那时候 当然他说一些笑 不吵好笑 I can't find one day 那件事 不吵好笑 其实我现在都不知道 那笑 你应该严肃处理 你应该严肃对待某些事情 你应该严肃对待某些事情 就是趁他的风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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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早点 早点 早 尽早 尽早 告诉别人 八号风球了 因为我们 我记得 我看新闻 那些政府 他也有说的 住得远的 先走 8号风球 既已来 你可以再早点 告诉大家 是来 那你就有得安排 住屯门天水围的 先走 先回去 又或者 你在元朗上班 你住柴湾的 都可以先走 先回去 然后 你先回去的原因 早点回去准备 喂 好啊 不要听 你一个风 你就说 今早早 十二点多 走了 他不走 那怎么办 他今天 全天都大风 那怎么办 我都没时间准备 我在家吃屎 是不是 喂 台风是要准备的 不是说 你回家就没事 做好防风准备 我是很有印象 我小时候 你都会 你明知道打风 老爸说 下去买几包公仔麵 通常在超级市场 速度 哇 我不是说 要买鸡买菜 我不说这些 喂 你都给小时间 我去买罐头面包 大哥 那时候还要去那些 集货店 放了几块防风板 我不知道 你那时候就轻轻了 我住的那些七层大厦 没有现在那些 那么漂亮的 唐窗 拿防风板 放了几块 在玻璃里 都要时间 你想想 你八点钟才打风球 千万八号风球 我刚才回家 大哥 我刚才回家 喂 家里没有东西吃 你不要在街上 都瘦了 而且这次 刚好他 晚上才最接近本港 或者是 万一他在 打风 或者是他在办公室 打风 其实你不要 天文台的信息 不要那么含糊 估计会在 两点至六点钟 悬化暴风球 喂 你不要理天文台 是 就算你误判了 你都说了一个时间 给我听 你说 天文台将会 两点钟起完 两点就两点 不要两点至六点 我 你去报 你向着镜头面前 报这些消息 目的不是说 证明你有多准 是啊 你要是告诉我 让我怎么去准备 大哥 有时候 就好像说 我宿泽到四个小时 两点至六点 结果又是八点 大哥 你很难准 是啊 我当你说得到明白 八点 但是我没有时间准备 大哥 我们不是说 你准不准备 是 你是要给我们一个 确切的消息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因为香港 是有劳工法例 我没有自己 决定自己 应该怎么准备 这个台风 是 是 因为你确实说十二点挂的话 可能老板 不是十点充给我们走 是 是 是 我认为 从今天开始 我觉得你天文台的做法 最理想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总之我告诉你 今晚一定会打风 现在就爆个风球 应该就要回家 马上回家 是 是 你觉得OK 做完些事先走 你就做完先 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 是不是 因为这个就是 我要做完些事先走 这个是我自己的选择 就跟你有没有打破风 是完全无关的 是 好了 到打完那风 我有足够的时间 回家准备这个风 打完 第二天 第二天 对到十二点 那风真的走过去 但是市面上 有很多地方 水浸 下大雨 一街都是 树枝树叶 或者有些 甚至乎 招牌竟然脱了一半 你不知道 嗯 那你个人 你起码 你个人 都有救得他 全面停市 你便有他 都是一样的 你想上班 你觉得路面 那个安全 是安全的 你可以上班 当然 会有人说 喂 如果他继续打破风球 我又无可奈何地 我一定要上班的时候 那你的劳工法力 怎样保障我先 这个劳工法力 有的 雇主一定要负上 这个意外的责任 就是万一 我爆个风球也要上班 是 万一在爆个风球期间 这个雇员是需要上班的话 其实是有个劳保的 所以你便会知道 你便会知道 为何天文台 这么紧张 要立即下了八号球 因为 20元将会吵架你的 今天是不是全面停市 当然不是 你晚点开 其实我们现在这一头 下午回来 几间都没开 三点多 我回来 几间餐厅都没开 我迫着吃烤面 没开 只有我们刚才吃饭 那间楼下有开 这头 难够吃到 真是很难吃 很难辛苦 所以就是 为何你台湾 作一个例子 就算你今天打风 第二天都放假 就是因为有善后工作 加上雇员的安全问题 香港就完全罔顾了这件事 只是顾着 看着市场 那话说 香港就有理事力场 这是政府新闻没有告诉你 香港就有理事力场 澳门就是什么 简单点 叫赌场 澳门就叫赌场 那么 这个爱门日报 他这么说 市民引述气象局前线人员称 一直未收到上级通知改挂8号 交通厅呼吁 有人赚你的表情 是吗 那你想我怎样 除了无奈之外 原来在昨晚 横风横雨的同事 澳门是没有打过暴风 是啊 好奇怪 原来这么大事 我在Facebook看到下午 他出他的气象局 就是我们香港的调天文台 他们叫气象局 他出来开新闻会 但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其实没得好说 你有什么理由 就算现在的风吹得这么厉害 你也不挂8号风球 除了是一个经济考量之外 我想不到有什么原因 还有人敢问 请问爱门日报 有没有打到气象局查询 为什么不挂8号 或者找当局的公关 岸门打过了 那边的公关没人听 这种好笑 为什么要我问 这个不是爱门日报的责任 可能他在于从记者的角度出发 现在是在质问气象局 现在不是在质问爱门日报 有没有质问气象局 有时候那些人想东西 澳朱 澳门朱仔包 这些就是澳朱 真是澳朱 真是澳朱 真是 有时候 很疲累 有时候很疲累 好像昨天 我一个朋友 在Facebook上 就post了一张照片 就说他在红磡隧道口 就看到王维基 是 跟着他的status 就说终于被他撞到王维基 但我想说他站在那个位置 也挺可怕的 我不知道站在哪个位置 我朋友看到 听他的语气 就觉得好像有点兴奋 撞到他 哇 王维基啊 跟着呢 因为我看到一个post 之后 看到他有很多个like 我就被他生气了 我看到十几个like 噢 这个 这个曾经是我们有关注我们page的朋友 不要紧 我想搞清楚一件事 你对清楚 对不起 我不是要批评这位朋友 不过其实大家都可能对王维基 未必是一个很深入的了解 或者可能会觉得他之前HKTV事件 大家都支持过他 就会觉得他是自己人 就会觉得大家是黄丝带自己人 他之前也发表了一个参选政綱 和民建联政綱有什么分别 其实大家都很 应该说越来越多人会知道 其实王维基的身份 其实他只是一个商人 其实他并不是什么 民主路上的同路人 他只是被政府有份打压的人 他只是跟梁振英有私怨 我们不应该称为私怨 梁振英是用行政的手段打压他 他是受害者 这个我们分得很清楚 但是至于你说在政治上 我们会不会视王维基 就是一个民主斗士呢 大家记住他是做过浙江省的政协 他是支持有筛选的 他支持你先带着的 是支持带着的 支持建机场山跑 支持建高铁 这个全部都是和我们香港人背道而驰的施政 我在他的文章里留言 就说他表面上是一个民主派 其实内里他是一个共匪 之后他一些朋友回复我 就说都是人一个而已 其实我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所以我就很随便回他一句 梁振英也是一个人而已 不是吧 其实是潤得好的 难道你觉得梁振英是一只狗吗 虽然他是一只狗 但事实上他是一个人类 是 然后那个狗人叫陈辉 我知道我开他的Facebook看了 他的Facebook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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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Lennon Wall Lennon Wall 即是一个黄丝 勇抱民主人 然后他又回我 回我一句 梁振英也是一个人 他就说是就是 但是人渣一个 我也知道 然后我又再说 王韦基就是人 表面好像是勇抱民主 但其实也是人渣一个 只是他跟689的思缘而已 刚才也解释过 并不是思缘 只不过689 用行政手段强行 发牌给HQTV 这受害者是王韦基 只不过就是这样而已 然后陈辉就说 他是怎么样 他不想知道 即是他说王韦基是什么人 他不想知道 那你又说 混蛋 然后我真的 我真的 就是这些人 我怎么回他呢 你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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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好像 我不知道是不是挑我机 到最后 我说完之后 他就说不想知道 这些人 我真是嘴唇 究竟他是不是想来讨论 这个人 真的 你不能够人说 我当你不能够说 或者你够说的话 你直接PM我 你又看他的节目 你直接PM我 你跟我说 慢慢讨论 你不能够人说 就是说你不能想知道 这些就是港珠 你还在这个PM那里做的 美丽 不过其实 你做美丽 我都知道你什么人 就是黄丝珠 你 你 刚才说的那种人 他们是 我看到这个PM就是这样 一个面书 两个世界各自表述 坏与更坏 就是什么呢 他就CAP了一张图 郑锦满 郑锦满四眼哥哥出了这个POST 泛民又做酥抽水 梁天琪说 冯华我屌你老毛 那 与此同时 周乐恒 周乐恒 他又share了郑锦满的POST 就说 候选人简介现场 没人屌冯华 没人冲会场找他 有大那量人 都不知道写什么 吊泛民 圍长毛 和大叫香港独立 我刚才看的那些片是假的? 是片场来的 我刚才看的那些片 我刚才看的那些片 说 看到片 梁天琦 梁天琦 吊鸠 冯华 吊你老毛 那些是什么片 拍摄现场 不是 其实这些人就是 我们常常批评左架一句 他 筛选 他也有筛选 他的耳朵筛选 他的眼睛筛选 好像陈浩天那天 呼唤一些人去立法会 天马公园 有人出了一张图 黄欧文去那边 陈甲门去那边 陈甲门去那边 陈浩天琦 去那边 吊你老闆 他们没有在镜头前面 不代表他们没有去 可能出一张图 那些人 他可能会看到 这些 你就是筛选 你的眼睛筛选 你的脑筛选 或者他根本就在现场 他根本就在现场 因为他们不是泛民 他们不需要在镜头面前曝光 在盘纳后面说 什么政治细选可似 什么什么 爱与真普选 因为对他们来说 他们从来都不会 在这个主流全部出现 除非是不得已 所以你问这些问题 就是昂能够周乐行这些 有调又怎样 没有调又怎样 系维长毛又怎样 他就是地下来的意思 极其他hey 就是 根本就没有人賭 不要说我自己有賭 跟他有賭 你的意思是 是不是 你是不是想说这东西 那我真的是看得到有賭 那那会 是如何 我真的干嘛 自在枪 周乐行说大话 你千多多干嘛 长毛被人被围 那时候你不去帮拖 你想啊 你在Facebook上面打飞机 千多多独啥 马哥 千多跳 啦 再说多一点,不过关选举事 你不是想说这个狼样吗? 这个狼样? 刚才我说台湾对待台风的政策是比较理想的 一刀切,翌日放一日假,不用那么多争吵 我跟我台湾朋友说 我们香港的安排都会觉得什么烂政策 什么烂安排 我刚刚去了一个星期台湾 我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运 去了一次急症室 但幸运不关我的事 因为我住了朋友家 他被自己的狗咬了手指 要去急症室联针 他从他踏入急症室的第一步 直到他联缘针 包扎员,拿了药 离开急症室 只需要35分钟而已 这么幸福 收你多少钱? 300台币 因为他有医保卡会很便宜 300台币 就是差几万港元 比香港便宜 因为大家的消费水平有点距离 我看见到急症室 有一张图 类似香港的说 紧急要排多久 紧急要排多久 我特意拍下来 一级极急便立即去救援 危急便是第二级 十分钟 第三级紧急便是三十分钟 第四级次紧急便是六十分钟 最久最久的第五级非紧急 都是两个小时 哦 其实 我再一次羡慕台湾人了 我跟我台湾朋友说 我现在只有羡慕 万一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 而在香港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要坐在急症室里痛多久 才是到我去连打麻醉弱去连针 你手指有没有断啊 没有啊 流血啊 等等 早前有一宗新闻 这里有一块药水胶布 先连着 是不是说爆出谭耀宗 谭耀宗还是谁 陈甲林 打尖去角楼那个 同时间有个工人 有支铁插穿的手指 噢 是 登了二十小小时 我跟他说 跟我台湾朋友说这些例子 其实他们嘴巴了 他说哪有可能 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说 这件事根本不可思议 我说我就算我平时有什么 头昏申请义去急症室 等三四个小时真的是等闲事 是 哪有好似 当然了 他的时间都十二点多 尚算是小人的 真的很小人 就算我在香港 我试过去急症室 半夜两点钟 真棒 每两点钟去到威尔斯 亲亡医院等急症室 都要等三四个小时 是 有时候你不可以怪香港那么羡慕台湾 无论是人家的制度 叫做有一人一票选总统 这个民生 即是今次急症室事件 加上台妹 你无论得不羡慕 还有你去到哪里都很多好东西吃 是 即是你便宜便宜吃 贵有贵吃 你最后去到哪里都很好吃 所以就说什么香港是美食天堂 欧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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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出行入就只有鱼蛋 鱼蛋燒麦 鸡蛋仔 有多厲害 喂 喂 你找一家好吃的 雲吞麵也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所以其实 很压抑 我经常跟我唐人朋友说 其实我们在香港生活得很压抑 嗯 其实并不是因为社会不公 什么的 实在这么简单 是整个生活条件都很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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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环境,你再说,你说港独这样的时候 我相信你很难不承认,为什么香港今天搞到这样的地步 不就是因为共产党 你是要插手我们香港的事务 你是要中庸官商勾结地产霸权 这个社会不会好的 其实某程度上,为什么我们要讲港独呢? 有些人可能讲港独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排除了打倒共产党这件事 因为如果我打倒了你共产党 我当是这样,政变 我打倒了你共产党,你共产党收拾了脾气 玩手我不是要顾你? 我顾不到这么多了 而且之前也有人讨论过一件事 就是万一,人们说什么建签民主中国 万一真的中国有民主了 之后要讲香港前途问题 香港怎么办呢?来个公投吧 你们有香港身份证的都可以投票 投香港的前途是如何? 那就大脑了 拿着香港身份证的人 你真的不知道谁会有的 是的 很多中国人都会有的 到时那一刻的公投呢? 我就觉得大脑了 所以你说中国有民主对香港是有利 你没利呢? 真的不能这么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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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可能还有青年新政 嗯 嗯 有这个 香港众志 都还有一个给你选的 羅冠聪 羅冠聪 他在港岛区还有一个给你选择的 他是自决派的 是吗? 叫做是 我也不知道 嗯 什么? 刚刚Billy传了一张图 我相信很重要的 我见很多人说9月不要去投票 其实是否应该要令投票站 癱瘓呢? 议会内外是否应该一起 阻止一场假的投票呢? 嗯 嗯 姓Benson 对 姓Benson 他说什么? 按选举法为 应该没有说明 每个人投票时间最多用多久 嘩 大家对着投票表格 考虑15分钟可以 认真想半个小时都可以 站一个小时也没有犯法 如果考虑清楚后 最后万一印错了 可以重新拿过 将表格再想过 喂 尼老尾 你跟我说法论 梁千奇没得选 是否法律 当然了 他因为回复一个人 我不知道谁 回复一个 他说9月不要去投票 其实是否应该要令投票站痰瘓呢? 议会内外是否应该一起 阻止这场假的投票呢? 他呼吁一些人去痰瘓 这个投票站 姓Benson就说这件事 是犯法 是否犯法 我没有看这个文字 不是他没有说犯法 你不要急 我先爆错了 大家真的不用急 可以慢慢想 他叫你 他提供了一个方法 他说你可以进去想很久 叫人不要想 有人说要瘫痪这个投票站 所以他才提供 大家可以想清楚才知道 我说他反了 我又反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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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其实我心里 我也是忠心地希望 热久当选 对不起 那只是另一条路 除了香港独立之外 你通过了最近一两个星期的节目 都会知道 其实我心里面是支持港独的 我都会支持港独 但是始终是... 你之前说到头腰保神 喂!但是... 有些本土班这样说 不是啊! 你说这件事就是一个 我必须要去考虑的 为什么拿我的电话充电呢? 哈哈哈哈哈哈 你干什么呀? 因为... 因为... 港独... 我就是说过那件事了 在真正可以成功港独之前 你要经过的其中一步 就是什么? 政变嘛! 革命嘛! 是不是? 那你这件事我们都还未可以想象得到 我自问我也都还未能够 一下子就走到那一步的时候 那你当然要在其他地方找出路先的啊 难道站在那里等吗? 那怎么办? 我支持港独的 那叶浦成就说收过基本法 你吃屎啦! 那怎么办? 那来今届的选举 我不认识啦! 站在那里啦! 这样啊? 我觉得... 其实... 欧文有一个说法是很好的 他不主张港独 他是主张全民制宪 收改基本法 或者是这个说法 或者是陈文他也不主张独立 他是主张成方建国 是 是 不过... 欧文说 不过他不反对 是啦! 去做这件事 是啦! 其实我... 因为你这些年轻人都要嘛! 还有我的态度也是一样的 是 我是主张香港独立 但是如果有人去推动这个修宪 或者是建成邦建国都好 其实我是乐见其成的 所以你说本土派里面 现在是有些纷纷摇摇 就是说大家互吊啊 或者陈文有罵梁天琪啊之类 其实我觉得不要跌入这些太过无谓的漫码里面 搞清楚 各走各路OK是没问题的 如果你觉得港独是可行的 那你就先坚持港独那条路 但是你说成邦那条路 人家在走的 我觉得你不需要批评对方 是 因为你不支持不等于你要批评 是的 哎呀 哎呀 这个真的是 我的头还拗了他 我的头已经很难 我就是想说你那句 我头很难 我就是欠那句说不出来 就是了 你不支持不代表你要去批评他 因为在真正港独来临之前 叶普诚他没有出卖过你 对吧 对 到以示为之他没有 他不同民主党 他不同公民党 甚至乎他也不是人民力量 他很厉害的 我都要找回报导 袁黎明说四年前呼吁过超级区议会投白票 人力主席袁黎明说这个清算已经完结了 即是人民力量是呼吁你们在超级功能组织里面投票 这些就是收割成果 我想说的是我们认为已经清算 清算了什么?你清算了民主党吗?你当你自己? 民主党超选两席 他说是杯葛 但是民主党都很久了 袁黎明就补充执委会对超级区议会功能仍然是不参与不投票 即是怎样呢?又不认为杯葛即是怎样呢? 不再公开呼吁 即是他就不会再说 那你不说你就不会再说 那你不说就不用出哪些这篇文 不是这个是报导来的 这个本身是跟《苹果日报》的报导再说一次的 即是那样东西就是这样的 你人民力量 即是超级区议会 是功能组别的 你去叫我 这件事你会体现到功能组别有多黑暗的模型呢? 即是你见到陈国强的例子就知道了 这个就是你们本身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那样东西 那说真的 这件事我们之后再说 我真的想再说一次 从原则上 为何我们要去否定功能组别这件事 譬如 体育文化及康禄 这个界别 马逢国 即是马逢国 今年就说有周博然参选 但是其实 你有哪个人参选 有所谓吗? 你哪个人参选有所谓吗? 问题是有哪些人有资格投票 你哪个人参选都可以 就算周博然是一个所谓的民主派的人去选 那些选民是什么人 大部分都是可能被一些亲建制的人壟断 就算每个界别找人去选 你都选不了 我不说他们的政治取态 你是否亲政府 你是泛民地什么民主派 我不说这些 原来 你 曹星渝 那个四眼妹 打桌球 读球 还有很多运动员在香港出色出名的运动员 他们是没有资格投票的 他们是没有资格投票的 而 但是你知不知道 最近我看到政府的广告 譬如全民运动日 又或者宣传来的施政报告 那些广告 他们找这群运动员出来帮他们宣传 你感觉到有多无契没有? 就是说政府当我需要宣传我的政策的时候 我找这群运动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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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群运动员可能真的会觉得 如有荣言 我不知道 是不是? 我能够帮到社会出色分力真的好 本来是好 本来应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但是原来当去到立法会选举 在那个界别里面 这群运动员是没有资格投票的 你就会看到这个功能组别 所以记住说这个功能组别的一个体育界的议员 其实是代表你的业界向这个立法会提供意见 或者关于这个业界的政策的修订 他是代表你的 但是你又没有票投给他 这个真的很奇怪 是很无契的 然后当政府有东西需要宣传的时候 他真的厚颜无耻 就敢找这群运动员出来帮忙做宣传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堕落到这个地步 好了 社福界 公民党说 不支持曾建超参选 不支持曾建超参选 结果 整群泛民包括公民党 支持邵家军参选 社福界 结果曾建超退党参选 我真的必须要问 我真的必须要问 你单单看一个功能组别 你这帮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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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曾建超没有资格参选 曾建超知名度低 曾建超知名度低 你走出去 你问人曾建超多政绩 邵家军 香港人记得曾建超 可能还记得他被七个黑警打过 你邵家军的人记得你那些什么 彈警 彈警的肥子 然后你再跟我说 他被哪间大学不俗约 他又受政治打压 不是吧 那些人说得出梁文道 说不了邵家军 所以说是 你明白吗 有时候 整个功能组别的模型 不是单单是政府造成的 某程度上 是有些人 是有些人 去配合了这个制度 去堕落 在一起 对不对 好了 你说这帮运动员 他们没有资格投票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运动员出声 我就看不到 喂 代表你业界 某程度上都代表我 马逢角 对不对 你说我没有资格出声 因为我不去登记 他们那些什么属会 如果我登记那些什么属会 可能我第一个被人抓了 现在 对不对 有了我的地址 有了我的记录 他不第一时间来抓救我 我说这帮运动员呢 你们都没有得投票 你们没有一个人 走一下我出来出声 然后 你再看看整个提名程序 你看公民党他们在做什么 你支持邵家俊都不支持曾建超 究竟邵家俊是你公民党的人 还是曾建超是你公民党的人 都是泛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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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很搞笑 那你别搞笑了 公民党 对不对 取消它 一个党叫泛民党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公民党 你又要舔这个政治利益 但是我最近看到最后一件事 我看到原来香港最充分体现到民主制度的是什么地方 原来是电影界 真是说你都不信 真是说你都不信 起码你会让我觉得原来民主的制度 是有效的 是看实行那班是什么人 我就在电影界看到一个好例子 值得开心 值得开心 之前 上年10年是拿了奖 拿了最佳电影 是吧 那班蜡蜢的电影老板 什么黄百明啊 林建岳啊 林小明啊 那些什么 还有包括黄晶啊 黄百明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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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黄百明了 我撑你 都不听书了 他们就走出来说 喂 反映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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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像奖 这个评审委员会的制度 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怎么会选择10年这一套电影啊 是咯 是咯 制作水准又差 票房又低 里面的怨言 你也没有个人认识的 有啊 我认识了解字 不是 还有个 游学修啊 如果你当游学修流 有游学修粉 有啊 志愤者有去粉 但气愤人不多 那他们呢 就扬言呢 这一班所谓的老板呢 这个叫做香港 影业协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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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金像奖协会 这个是影业协会 因为其实它里面呢 它有很多不同的熟会 譬如是 导演的工会啦 摄影师工会啦 灯光师啦 还有一些什么 我都不记得了 演艺人协会啦 就是这类型 那这个就是 每一个专业都有一 专业范畴都是 是的 是的 那也有他们的统筹啦 那这个香港影业协会呢 相信就是这一班老板的 唯威唯的地方啦 是 那他又出了一个 新闻稿了 现阶段 没有作出大改动的需要 香港电影金像奖 就早前香港影业协会提出的 修改评选机制动议 多月来 经过各属会内部 广泛咨询及详细讨论之后 收回大多数专业意见均认为 现有之评选机制已运作多年 且持之有效 因此现阶段没有作出大改动的需要 就是说 你们这班老板所提出的建议 我就听到了 但是我经过广泛的咨询之后 就认为这个制度是不需要改变的 因为这个制度是持之有效的 你们就看到了 原来 大家一直以来 比如在打风的问题 你又不能够对抗到一些老板 在政改的问题 你又对抗不到一些高官 在一些民生的议题 你又抗拒不到一些政党 但是 在电影业 在香港电影金像奖的 在这个评审委员的这份专业里面 哎 原来我真的可以不够理你的老板 原来 你们这些老板说这个制度不公平吗 哎 对不起 是只有你们觉得不公平 大部分人都觉得没问题 就是说 只不过是你们这些老板说十年没有资格拿奖 所以就是 其实 很多时候都要看那个业界的持份者 那个意志 就是 只要 如果没有人去做这件事 或者没有一堆人去做这件事的话 这些老板说了算 是 他说改就改 没有人敢出声 好像运动界那样 没人出声 就继续马逢国代表你 因为 你说运动界的制度去腐化的地步 就是你哪里敢出声啊 你出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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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换新波啊 你 你想不想换新波三啊 你就不敢出声了 例如 其实刚刚 竹种好像在昨天还是今天宣布 这个负力是正式获准参加内界的香港超级联赛 当然啦 你说站在我们球迷的立场就是极反对这件事 你说业界 但我不知道他们的立场是如何 如果他们可能是大部分的球员 或者球会 或者职员都好 是反对这个竹种安排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次电影什么协会 电影金像奖 这个例子是一个很好的字 你不要怕得罪老板 得罪捉种 而去觉得 哎呀 哎呀 没办法啦 你用来负责什么 老板不扔钱下来就大了 其实这件事是涉及香港所有的各行各业 例如航空业 三跑上马 每人都要 有人计算过 香港每一户要给5万7元出来 有没有那么多人有先后旅行 平均除了 你每次乘搭一次飞机的话 其实麻烦 每人多给两个 在机场建设费里 每人多给两个 去妖国立法会 这么粗上马 有没有人吵 有啊 不就只有零零星星的政党 在机场示威 喂 炒不炒得热 昨天有没有爆风球炒得热 是 是 几点钟开球 几点钟下球 这就重要 说真的 我不说 我都差点忘记了这件事 因为 没有人说的 是 真的没有人说的 我不说你忘记了这件事 是吧 你先说什么 机场三跑 千九几亿 其实 他还没有解决到 和深圳机场的空域问题 因为深圳机场都起三跑 其实因为他落成的日子 是比香港机场 三跑的落成日子 是早几年 所以其实 空域已经把握了 是 不过 但是 香港机场和深圳机场那边 还没有一个协商 到底 香港机场的三跑落成之后 他们的飞机路线如何安排 是 所有东西都未能谈好 已经是打水 准备来了 嗯 成为每人两个水 你每次坐飞机 就两个水 给足足磅 哈哈哈 有没有人关注 是 是 是 到你 喂 到你一出来 每次在你的银包里 银两个 你都不关心 那时 大人死了 去旅行去贵一点 你坐廉价航空 到时廉价航空都会加价 嗯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三跑那边 大机飞不到 只有小机飞 还有 我不知道新还是假 我听起来 在三跑动工的期间 其中一条 本身在用的机场跑道 将会关闭 嗯 因为配合三跑工程 哈哈哈 七相拳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机位 是 叫做 增多足少 的情况下 那机票价格可能会更加贵 是 是 到最后 你不去关心这件事 要承担的后果 都是你自己的 是 那 即是 我现在只能够 我们只能够 寄望你这个机场三跑 最好 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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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钱我给你 然后 当你又在建第三条跑道的时候 你又在一条跑道要停 要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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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 你不就看一支所谓的损失 在哪里来 是吧 难斗难 大家 大家难斗难 最好你建的 最好你建的十年八年 最好你建的十年八年 多了 那些价格 我给的 大不了我去少旅行 那些价格 不就是看一看 大家的影响 看一看哪个大 最好就是三五七时 最好就是有些人去搞搞地盘 其实我们可以很大口气跟你说 我可以去少些旅行 但你港猪你行吗 你行不行 所以他们就选给钱 你可不可以这么贵 那我去少些 行不行 行啊 如果你有钱 那真是催你不像 这个时候港猪就会突然 都是两件 可以的 我一年去两次旅行 都是给四个 是 不就这么转去日本 就吃少次寿司咯 不回到 刚刚看到寿司达 这个是不是寿司达 是的 他就这么说 他就刚刚跟进这个 这个 这个 刚刚这个选官会的现场 泛民一种渣仔 不甘被梁天琦一句 逢说我屌你老母 独领风骚 忽然化身马戏团 表演集体叫口号 他又显得软弱无力 叫什么口号 饭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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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里叫着梁真英下台 貌似慷慨激昂 其诉求他轮落 致跟田北进王 王维基不相伯仲 与其继续献世 不如早晚啦 阿哥 其实是 其实真的 我真的想不到 长毛会继续叫 你还叫 我记得了 他在这个特首白门 绑黑丝带 就是叫梁真英下台 唉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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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经批评过的司徒夹带 他这个就说得好了 以后 议员 你这帮尊贵的议员 不要再自称自己做直选议员 因为香港没有直选 我说得非常好 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是 你是被西选静入去选的议员而已 你只不过是对共产党心意 没有违反 没有违反你们口中的阿爷 你们他们就尽量喜欢 苹果的报导到今时今日 是吧 你们口中的阿爷 因为你不讨厌 所以他被你滚进来选的 是能直选吗 你们 之后呢 还有 这个绝 这个绝 民阵副召集人沈伟南 他今天刚刚在Facebook上发文指 中共不准支持港独的人进入立法会 他就质疑其他主张相近的参与人入习的原因 就是说以普成 是 又赞扬中共是选举专家 并列举三个因为确认书而引发出来的效果 三个确认书 第一 这个确认书引发出来的效果 我们刚才说了一次 是 香港正式进入人治的社会 加上最后这个司徒夹带的round up就最好了 这班不能再是直选议员 这班是西选过的议员 好了 这个民阵的副召集人他就说了 效果有三个 第一 今届选举的泛民自己所定的主题曲 Anyone but Cy 转成为港独之争 令建制有利 泛民不离 第二 泛民的票员会因为同情租打压的港独派系 令建制有利 泛民不离 第三 泛民进退失据 将被传统激进派分票 对所有非建制派都不离 接着 民主党的副主席罗健熙 也在自己的Facebook分享了这个贴文 认为这个分析 是港共的阴谋 但是遭到市民留言斥责 到现在都只是关心自己的选情 民主党不忘党真的没有天理 叫你老母 就是说 你就看到了 我们刚才说 我们刚才不论是罵泛民的东西 我们对于这个 选管会粗暴介入这个选举 这个做法的分析 你就很想知道 如果你未来的九月 你未来的九月 你未来的九月 你继续投给建制派 你继续投给建制派 你觉得民建联才能够真正代表到你的话 OK 行 没问题 没问题 你是选择拥护共产党 你是选择要做共产党的狗奴才 行 我没你扶 反而没你扶 我没办法 我任你这样做 我只能够 如果你在今届 九月四日的立法会 九月四日我生日 九月四日的立法会选举 又说这个超级功能 组别不公义 又要去参选的新民主同盟 这些这样的泛民政党 如果你依然去投票给他 这些就是你自己拿狗来战 你不要再跟我说 你是什么黄丝打 你是什么支持真普选 你不要再跟我说 什么打倒六八九 梁振英下台 梁振英下台 这些废话 你没有资格说 因为你继续投票给这些泛民 是 这些泛民 他们到了今时今日 选管会的这么粗暴的行动 他们到最后关心的 都是自己的移植 都是关心自己的票 是将会流向哪边 他们只会关心 这个选管会的这个行动 是 所以 你老美我都说了 叶普城这些是共产党派来的 选管会这次还不是给他一张好牌上 你不要让我看死 是有人敢说 有 有人敢说 绝对有很多 这些这样的人 在过去这几年里 不是社民连的支持者 就是人民力量的支持者 讲这些话的人 我要跟这些人说 就算本土派 即是港独派 没得进去投票 那些票都不会去叶普城 是 不是 不是 有可能 当然不会是大规模的 我想可能会 但是 反而我自己心想 我想 既然港独的主张 竟然不再在未来的立法会里面的时候 我是觉得 大家何不 将这一张选票 投到叶普城身上 其实我有点保留 当然你自己认为 若果Pan A不行 叶普城Pan B 我觉得也没有厚非 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我是港独理念的 那我当然那一票 会放到梁仲恒那里 因为他是借私还民的方法 还有一个选择 所以以我作为一个例子 就是 可能我叫做我那区有得选 就是来选择 我可以选择 没有啊 万一可能你是九东的 是 你没有了陈浩天的选择 那你就没得选择 那你唯有只有黄杨达而已 有陈宅涛的 不是 九龙东 是 你没有一些港独理念 你对你来说 可能是一个退而求是 我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是 不过我会觉得 首先你要搞清楚 港独和叶普城的今次选择策略 是有少少分别的 首先你要搞清楚 先不要说太多 你没有谁就投了谁 那就是 首先在理念上 你不要当他们两个都一样 你要搞清楚 两个是有所不同的 不过你的首选选择是做不到的 但是你又觉得这条路也可行的 你不是投到叶普城那里 首先你不要瞎头 不要说这个不行 那那个 你要搞清楚 是两个有分别 我昨天我在WhatsApp 跟你们说 其实我可以期待一个画面 一个情况就是 最好今届立法会选举 叶普城五个顺利当选 走进去 然后就狠狠地 就应验了你们社民联 人民的力量联 这群混蛋的预言 最好就全部应验了你们的预言 你们泛民的这群预言 王毓民就是共产党派来的 嗯 然后就狠狠地 把我们香港人再出卖一次 把香港正式送入共产党的手中 那就好了 那就好了 我正式收皮 我正式收皮 我安心投共 什么东西都不要搞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喂 真的 你在香港最后一次机会 今天早上王毓达他自己也有说 不是 昨晚王毓达他自己也有说 今次已经是一个最后机会了 今次的选举 即他只是最后机会 这个全民制宪 不居公投 你今次是最后机会 是被真正的反对派有机会选 因为他之前有几集 我都不记得 现在哪有说 其实都有分析过 今次不准讨论的分析 是的 其实他在未来的四年里 他可能会修改 修改选举办法 人大释法也好 或者在立法会里面 提出一些 针对选举的条例 去引引一些新的条例 你不要跟我说 不会到人大释法这么严重 他现在有什么做不出 是啊 不要再这么天真了 是 他今次这么粗暴 不让港狼派进去选 其实是一个 你已经是体现了一个 中共有多么恐怖 会无所不动奇奇的方法 去打压一些意见人士 是 是 林大释法有什么好奇 一点都不奇 硬肉酸他都会做 林荣基在香港 不是 你帮香港被人拉回大陆也是这样 是 你又再说一次 这里还是不是香港 不是 是 是啊 告诉你不是 不要再问了 还是不是我认识的香港 不是 是 你继续去捉pocketmon 是我土理理 上周都会说 informação 我连你 我在台湾没有疤不得 台湾没能力开放 我知道 其实 你不明白 上個星期我全晚在紫桑罵Billy 在說你啊Billy 誰不在說誰 為何你整晚都有慶高彩力說 其實我也有彈奏 不過我覺得不好玩 我覺得不好玩 江珠 不過算了吧 他怕耳氣了 算了 都不要太苛刻了 其實玩的我沒所謂的 玩Pokemon 我希望我們今集差不多時間了 也沒有原理名叫麻煩姐姐 幫我算了吧 算了吧 因為始終大家口說口陪這件事 也沒有人認同 不過我還未敢吵社民營的刁文牛 不過吵一句吧 免得這麼多 吵老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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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經常針對梁天琦的新移民 說他老母是湖南人還是湖北人 這麼法西斯 我覺得你這樣去 首先 他經常說梁天琦是阿爺的孫 我吵你老母 你老母 那時候我們屌察水貨客 你竟然可以說一句 水貨客也是賺錢的 是 喂 所以可能他們會跟你說 你試試水貨賊去參選 我也會屌察的 然後我們去屌察新移民 或者屌察你單程稱審批權的時候 你就說 屌你什麼新移民 來到香港都是香港人 我們不應該這樣攻擊他 你老母 你現在又說梁天琦是新移民 我只不過是用你們的邏輯去說你梁天琦 我屌你老母 喂 說出來都笑死人 第二個話 我真的沒那麼生氣 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有多多天都在香港 你在深圳的時間都在香港 說你是大陸躲 你也是大陸躲 叫大陸躲 叫大陸躲 香港躲你也不要叫 唉 這也是 真是不知所謂 這種人 說真的 你批評別人不要緊 我經常都在說話 大家立場不同 你屌我我屌你很正常 但是麻煩你屌人都給點質素 給點內容 其實最嚴重也是這個 是啊 為什麼我會聽到一些人 說我們的節目 喂 為什麼我不明白 比社民連和迷米那些節目好很多 多就浪費了 不是 比花生啊 迷米那些節目好很多 如果我們和他們相提評論的時候 未免太過 大家都是 在這個地方宣洩一下 如果說真的 大家有什麼政治影響力 大家心知肚明 比如我講花生 我講迷米 甚至我講熱血時報 是吧 作為一個網台節目 大家在這個網上 互聯網的世界 有到沒有什麼影響力 說真的大家心知肚明 那當然了 熱血時報 當然是強勁很多 我想說 這個是不爭的事實 是不是 人家有check room 我們今天也有很多人看直播 現在有三個 但是 喂 你便會知道 我不是說 我們 給你花生台 給你明明節目 這些人去威風 而是 喂 大家都是屌而已 是不是 我們說 原來明沒有水準 他何尚不是這樣看著我們 是不是 一樣的 但是 喂 出來的效果是什麼 出來的效果是什麼 就是 過去這六年裡面 社民連動人民力量 其實什麼東西都沒有做過 是不是 你們口中那些 所謂的拉布不拉布 這些東西 這些是多夠餘的 是不是 拉布 王宇文沒有拉嗎 是不是 王宇文有拉的時候 你們就去玩點人數 是不是 Billy說 施麗珊 就是這個 幫這個 說新移民沒有錢看醫生 發燒止開用退熱貼 很可憐 為什麼不看醫生 但是 沒有錢看醫生 沒有錢 沒有錢 排急症 香港的醫院 不是沒有錢也會先醫治你嗎 排急症 對 怎麼會沒有錢醫 怎麼會沒有錢醫 是不是 香港醫療制度 是不是 你說新移民 就是你經意是 有 然後新移民又說 哎呀屌你了 什麼醫院要等五六個小時 我真的要上班 那我就 那我就 建議你死 因為是解決不了的 就是燒臧壞個腦 不是 燒臧壞個腦 我們都要生養死了 是呀 這樣死吧 其實是 你乾脆 因為這個問題 不論是施麗珊也好 譚耀宗也好 何俊仁也好 何俊仁也好 袁寧也好 袁寧也好 這個問題 是沒有一個人可以幫你解決到的 不是呀 都有一句 你還是不要做新移民 你還是回去你的祖國 不是 你要冤 你要冤 你就乾脆去死 不是 在香港是很辛苦的 你回大陸 你對於共產黨也是這樣 你沒有錢也是不可以醫救你 喂 你在香港也好一點 你嘗嘗嘗嘗嘗嘗一息 可能他也會選擇醫治你 還是不可以在香港死 你怎麼落葉歸根 你老母 你是中國人的要死 要死的 大陸 不要在香港死 這個不是說我們發不發西斯 而是我們現在就是很客觀地去告訴你 告訴你 這個問題 你說什麼 你發燒 發燒沒有錢醫 只有靠退而貼 你就好 有錢買退而貼 沒有錢買那些退而貼 就給你薪工三百倍 你要說 這個世界真的不要鬥慘 我真的覺得這個世界不要跟我鬥慘 梁榮忠 對 不是 鬥慘的最終的下場 就是一棍打死自己 對 誰救我 對 為什麼鬥慘 這件事很笨 你說你 看醫生要輪五六個小時 有誰看醫生 不是要輪五六個小時 對吧 你有錢 OK 你有錢看私家 但是 你 你 一樣的 一樣的 為什麼我有錢看醫生 為什麼我有錢 我選擇去看私家 我不去輪離階症 對吧 不是 因為我 我 有錢 以我來做一個例子 喂 我 又不是給不起 我 我何必要去輪階症呢 是不是 輪階症 輪急症 這些 就是給真正有需要的人去輪 是不是 不是 我本身的病情嚴不嚴重 喂 這樣說 如果我撞車撞斷手的話 我也要退急症 我也是要去輪的 是不是 難道怎樣 敲門 師家醫生 我的手剛剛撞車斷了 你 不會 他是 他也是會叫你 你還不去馬里醫院 急症山 叫你去一輪而已 施黎珊就是賣港賊 港人員 還有蔡耀昌 嗯 那到 好了 我們節目差不多 一個半小時 我們這一節說了很久 剛剛比列說的 有本土派說 葉普成是鬼 下個禮拜再說 因為這個 我想我們都要去很嚴肅地 對待這一家 現在的政治形勢 因為作出了這麼大的 比我們當初預期 現在的那麼不同 我再說一句 其實到了現在 所謂的葉普成 當然你說 可能昨天的言論上 也有些雙確餘地 但是始終他做出來 因為到現在 沒有任何事情做出來 叫做 背叛過抗爭者也好 叫做港獨派也好 其實我覺得 沒有證據之前 我覺得這個 也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指控 其實 你說他做了那些混亂的事 我們當然要搗亂他 就算我們之前是支持他也好 我們也要搗亂他 因為他做了很糟糕 你是有得選 你 如果你選到 我即場直播切齒 不是啊 何志剛 我用回你們的邏輯 我又用他們的邏輯去說 我豈不是變得刁民偶 何志剛 你擁護基本法 你告訴我 他有沒有簽 他肯定要簽的 不是 確認書他可以不簽 我覺得這個又沒有所謂的 不是啊 不是 原則來的 原則來的 即是他當時吵架阿倫 是啊 那你就該罵了 我幫不了你 就是這樣 是不是 你當初吵架四眼 你吵架四眼 說他簽 有得有雜屎都吃的時候 你現在何嘗不是啊 你有得選嗎 原來何志剛 你 哦 他之前不知道是不是他 他吵架別人 他為了一個議席屎都吃 是 出賣原則 出賣良心 何志剛是不是呢 是不是那些呢 我想沒什麼分別 各下判斷 唉 唉 真是瘋了 喂 好了 今集是這麼多先了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Billy你要自動捕頭 喂 Billy說得很順 我上次在台灣看得到疾了 那怎麼辦 我還要不要多花半個小時 就這樣 就這樣 好了 回家了 好 下個禮拜見 拜拜